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有听过日本的佐渡岛 或是到佐渡岛旅行过吗 我相信去过的人的比例不高 我自己在日本生活了七年 今年也是第一次踏上这个美丽的岛屿 三天的旅行之后 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一座美丽的岛屿 它不仅有漂亮的山景 海景 还有非常多适合拍照的梦幻景点 像是这个千雨千行的圆形的 或是像是天空之城的这样子的废墟 真的是超级无敌梦幻的 另外夕阳更是满分满点 虽然我去的天气没有到很好 但也是绝景的漂亮啊 另外这个岛屿上面的海鲜也是无敌好吃 我住的民宿晚上提供的海鲜 真的都是让我好吃到快哭出来了 想休息的时候咖啡厅也是非常多的哦 这次我走访了两间咖啡厅 都非常的适合网美拍照 东西也超好吃的 今天想要跟没有去过这个岛屿的人 稍微做一个导览 希望能够勾起你们一点点想去的动机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岛屿实在太漂亮了 今天最主要会跟大家分享到 佐渡岛在哪里 然后以及佐渡岛要怎么去 佐渡岛上面的推荐的观光集点 还有需要去几天比较适合 首先我们来看看佐渡岛在哪里 从日本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佐渡岛是在西洁县外面的一座岛屿 它属于日本的第二大岛 仅次于冲绳 它整个外围是乘一个S字形 整体的距离是300公里 如果以汽车来行驶的话 行驶一圈 大概需要花到五小时这么多 目前岛上的观光规划的非常好 你要做一日的旅行也是可以的 这个详细的我们在后面会在加以说明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到这个佐渡岛呢 目前是没有任何飞机是可以飞到这个岛屿 所以你需要先到新泄线 再坐船到佐渡岛 这个船非常的有趣 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快速的喷射船 另外是一种非常大的汽车也可以开上去的咖啡里 两种交通工具都非常的有趣 大家都可以去做看看哦 快速喷射船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佐渡了 整体的时间快很多 所以费用当然比较贵 单程大概落在6500块日币 因为行驶速度快 所以船内没办法自由的行走都要吸上安全带哦 另外一种 咖啡里所需要的时间高达两个半小时 但因为船体很大 移动的速度慢 在船内你可以自由的移动到船舱去看美丽的风景 船里面有餐厅可以饮食哦 单程的费用最便宜的等级大概是落在2900块日币 我在旅行的过程中去的时候是用采比较快的喷射船 回来的话是采用比较便宜的咖啡里 我在后面的影片都会详细介绍 左渡岛的景点集中在北边中间以及南边 北边的话是看星星录影的这个景点为主 另外在北边到中间还有一个尖阁岛 是看奇特的海景岩石景观著名 然后中部的部分就是有我们提到的 像天空之城的废墟以及连进这个天空之城废墟 选矿场目前正在登记世界遗产的金山 也是非常的有趣哦 常年没有维修 但带有一种特别神秘味道的清水室 也是大家必访的景点 另外在南部的话往下走 我们到南部的话是有提到的 像是千雨千行的那一个 Tanai Fune 非常的漂亮 然后临近于这个Tanai Fune的地方呢 非常有氛围的一座老街哦 里面维持得非常好 走起来非常的舒服 另外在这个海岸线上面 有非常多美丽的景点都可以去探究哦 我照到的照片有这一些蓝色的洞窟或是这个非常漂亮的海岸 我们去的时机是秋天 夏天的话是另外一番风貌 大家都可以来走走看看 岛内的交通方式 如果你会开车的话那是最便利的 建议你在佐渡岛租车子来自行驾驶 行程上的调整空间就比较大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自行开车的话 岛上的观光做的非常的完善 非常多的巴士路线可以做选择 我把详细的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 大家可以去点来参考看看哦 至于旅游的天数 我这次自己去佐渡岛是规划了三天两夜的行程 把北部中部南部的有名景点都走了一遍 每个景点都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很难去做取舍 如果大家时间够的话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佐渡岛住个三天两夜哦 但如果你的时间真的很赶的话 建议至少可以注意一天 把南部跟中部比较密集的行程看完 也是推荐的 今天先带大家简单的浏览了佐渡岛 接下来娜娜在几个礼拜内 会把我在佐渡岛三天的Vlog剪出来 有兴趣的话记得继续来收看哦 那我们下一次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